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11月30日公布四名内鬼被查被处分消息 湖北省委屈士组原副组长明君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据湖北省纪委监委消息 湖北省委屈士组原副组长明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湖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广西壮族自治区纪委监委 驻自治区司法厅纪检监察组员组长 一级徐士员何将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据广西壮族自治区纪委监委消息 广西壮族自治区纪委监委 驻自治区司法厅纪检监察组员组长 一级徐士员何将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广西壮族自治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内蒙古自治区纪委监委 驻蒙商银行纪检监察组员组长 蒙商银行党委员委员赵光炯 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据内蒙古自治区纪委监委消息 经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批准 内蒙古自治区纪委监委 对内蒙古自治区纪委监委 驻蒙商银行纪检监察组员组长 蒙商银行党委员委员赵光炯 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赵光炯身为纪检监察系统党员领导干部 丧失理想信念 背弃职责使命 对党不忠诚不老实 对抗组织审查 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违规接受宴请 旅游 提检等活动安排 收受礼品礼金 组织观念淡漠 在组织人事方面 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 在组织寒寻时 不如实说明问题 为官不连 借用管理对象钱款 通过民间借贷 获取大额回报 任性用权 违规处置上级交办的问题线索 以权谋私 利用职务便利 即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 为他人在组织人事 工程承拦 企业经营等方面牟利 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赵光炯严重违反党的 政治纪律 组织纪律 连结纪律 工作纪律 和生活纪律 构成严重职务违法 并涉嫌受贿犯罪 且在党的十八大后 不收敛 不收手 性质严重 影响恶劣 应与严肃处理 依据中国共产党 纪律处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 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 经内蒙古自治区 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 并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批准 决定给予赵光炯 开除党籍处分 由内蒙古自治区监委 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 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 将其涉嫌犯罪问题 移送检察机关 依法审查起诉 所涉财物 一并移送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纪委 原副书记 市监委原副主任 韩世昆 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据黑龙江省纪委 监委消息 日前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纪委监委 对哈尔滨市纪委 原副书记 市监委原副主任 韩世昆 严重违纪违法问题 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 韩世昆违反政治纪律 搞封建迷信活动 对抗组织审查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和连结纪律 收受可能影响 公正执行公务的 礼金 消费卡 违反组织纪律 在组织寒寻时 不如实报告 违反工作纪律 打探案情 违规办理工作证 违反国家法律法规 伪造并持有和使用身份证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或利用本人职权 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 通过其他国家 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 为他人谋取利益 并收受财务 涉嫌受贿犯罪 还是归身为党员领导干部 并长期在纪检监察机关任职 细仰迷失 对党不忠诚 不老实 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违规收受礼金和消费卡 执迹破计 执法犯法 贪婪无度 大肆收受贿赂 严重损害了党的事业 和纪检监察干部形象 其行为以严重违纪违法 并涉嫌受贿犯罪 且在党的十八大十九大甚至二十大后 仍不收手 不收敛 不支持 性质严重 影响恶劣 应与严肃处理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 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 经哈尔滨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 并报哈尔滨市委批准 决定给予韩世昆开除党籍处分 由哈尔滨市监委 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 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 将其涉嫌犯罪问题 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所涉财务一并移送